好 各位领导人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豪审有约 今天的豪审有约 我们邀请到一位领导人 这位领导人的工作 是大家非常尊敬的行业 那就是医生 而且是牙医师 而且是新北市牙医工会荣誉理事长 现任新北市职牙学会的理事长 那他呢 非常的热心公益 参与了许多的社团活动 那也上过一些节目 分享有关口腔保健的一些健康 专业的一些议题 那后来呢 音源集会 遇见了绿位 他非常认同我们的产品 也非常认同公司的理念 所以他非常的热情地去分享 在两年前 2019年 他也成为我们的飞马领队 那他的姓氏非常的特别 应该说非常的少见 王后的后 后裔 后裔 射太阳的后 那现在呢 就借由大家的赏声 欢迎我们新北市牙医工会荣誉理事长 然后现任新北市史牙学会理事长 以及日月国际荣誉非马领队与后病人 后医师 后医师 大家早 大家早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非常高兴看到大家都来这边 我们看燕豪对我的这一次访谈 也非常高兴这一次有这个荣幸呢 能够接受这个燕豪的邀请 来跟大家聊一聊 本身关联我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事实上刚刚燕豪也提到了简单介绍 我曾经担任 亚医师工会的理事长 那现任也是资亚学会的理事长 那当然在这里面最主要也是在我们的立会国际里面 也担任到一个非马医的一个这个领袖位阶 那当然也是我们大家团队伙伴 也是一个大家在这里共同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 所以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家真的非常的高兴 是非常感谢 燕豪 郝沈来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郝医师 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你非常好奇 尤其是你的背景 然后来接触这个平台 那可不可以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成长的经历 是的 OK 其实我从小就算老师很照顾 然后呢也是爸妈的一个一个一个希望 所以也当然是希望说将来能够走医学的方面 那当然在台湾里面的医学的这一种路径呢 其实是也蛮辛苦的 因为要增破了头才能够考上一个志愿 所以其实过程当中跌跌撞撞啊 不断的一个认真的读书 这样的过程 那当然到了考上了高雄医学院之后的话呢 也是这样子的开始接受教老师教授们 他在医学方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教授 那当然很多东西在学校里面说实在是一个基础 因为很多学学医学方面的一个一个进展 其实是一日千里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学校里面教授的部分都是等于说 也类似所谓的打一个基本功一个模式 所以当然了当然从那边出来 在经过所谓的实习各方面老师的一个带领之下 其实基本上看病人的这个也是当然要经过国家考试 拿到执照 那看病人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要再进入比较专科领域里面的部分的话 像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矫正 植牙或者是一些儿童牙科 还有包括一些亚洲病 点点滴滴的 还有对还有更管治疗等等的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在我们的卫福部也不断的要求 所以现在目前也增添了很多专科医师的这个制度的设立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学校毕业之后 我们其实真正都还不断的在加强学习 所以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 礼拜六礼拜天 诊所为什么会休息 因为其实我们都利用六日 在接受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在继续的后面的后续的一个教育 那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会沿拼到学校的教授来继续上课 有时候会沿拼国外的讲师 或学友专精的一些高级的一些学长们 老师们他们来继续开课 所以我们的进修其实是毕业后才真正的开始 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立会 真正在立会里面事业的开始 是当你上了非马之后才是事业的开始 我想这句话我也听过好久 他讲过 所以一样的我们学校毕业之后的话 就不断的在进修学习 这样子的来增强自己的本职学能 那当然也是在这里面有很多方面 也是跟患者之间的一个互动 所产生的这些经验值 所以每一位医师都有他专门的 他厉害的 以及他学友所长的一个一面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患者 每一个病人 他去看他的医师的话 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用心的 一样的用心用勤用力 在帮这个病人诊治他的 他的病情疾病 希望他痛的钥匙能够快速的减少他的痛苦 然后第二天再回诊的时候 就已经笑嘻嘻的 情况下 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 没关系 讲一个笑话给他笑一笑 他就忘记他的痛苦也不错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面就不断的学 那我这里面是因为就是我也曾经到加拿大去 那加拿大那边我也去进修 也去获得加拿大的这个国家的 他们的亚医师的这个的一个执照 所以我也在加拿大也开业 开诊在那边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来讲 我的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有台湾的经验 我又本身在加拿大开业好几年的经验 那在这里面两边的国情跟两边的制度的要求 比较有点还是不同的 那当然就要入境随俗 所以在加拿大美国这个系统是相似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比较能够知道 哦原来老外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 以及这方面的谨慎程度是怎么样 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会把这一个不错的 他们系统 简单来讲 像比如说牙周病的状况 他们的要求整治 我曾经也跟他们得到他们真正的牙周病专科 医师的部分 我也跟他们讨论后 也上过他们的一些课程之后 我就会加深了在牙周病方面的一个治疗 那这方面其实牙周病是我们牙齿保健的一个 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保健基础 当你的牙周状况很好的时候 你问题不会太严重 也不会太恶化的太快 相对的我就把这一套的状况下 运用在两边的病人 两国的病人的情况 让我们的 我的病人都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照顾 所以就这样的情形下来讲 我的一些治疗模式有些很多患者会觉得说 奇怪你的方式跟我以前看诊的医师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很快你的问题就把我的解决掉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不断去摸索 不断去学习不同的领域 我也比较勇于的去探寻 所以在这里面就得到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感谢就是这过程当中里面 有很多的老师们一个教导以及这样子学长们的一个指导 所以在这里面我又回来台湾在这个地方 因为妈妈她本身比较不会去跑去那么比较寒冷的地方 所以相对的就回来台湾的地方比较多 那我在这边也其实就继续的在跟我们所有的一些医师 台湾的医师们大家一起来这方面 为我牙医师的工会里面投入一些心力 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感受不到说很多牙医师对我的一个支持 那我就也才参选这个理事长的职位 那当然职务上升其实才是真正责任的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断的也在这领域里面去学习很多 其实在本职学能牙科的这医学领域之外的一些东西 像比如说公共行政方面的部分 或者是如何去跟这做社会大众的一些互相的一个磨合 或者是配合或者是跟一些立委啊明代啊 如何去举办一些活动 尤其在口腔保健方面的 所以整点滴滴其实对我来讲一路的成长过程 我觉得我学习到非常的多 而且是不只是在医学领域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也非常感受到我们的医师们 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团结 非常的用心 其实都有一颗心很想回归给社会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医师 就是我们类似有点像前仆后继 当然不是说那么惨痛的经验 他们都会不断的这种心血人的这样连续下来 所以他们都不断的也在投入 像这一次的筛检 这个疫情的筛检 很多很多年轻的医师 他们都争相恐后的一直在报名 所以我也要去我也去帮忙 这一点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心里都非常的感动 代表什么 亚医师其实也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子 所以大家其实有这个心 取是社会 用之以社会 所以他们大家真的在这 尤其辅助社会的比较 这些弱势的一些团体组织 像比如说有些是脑脏 或者是身体长占 或者是一些比较一些老人家的部分的种种 其实在我们牙科领域里面 我们真的也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一块 这一块可能或许大家因为不是在这个领域 不一定感受得到 可是我们真的经历过之后才发现到 其实亚医师的爱心真的是不弱人后 所以以后看到你的亚医师 记得跟他鞠躬一下 所以我的过程大致上来讲 就这样经历过来 所以在这里面 遇到了贵人很多 遇到了很多的教授的一个指导 一些这样子的支持我 所以我才能够说 能够接受 接任到一些理事长的职位 那在这里面当然也是 一起来把整个的我们亚医界 能够提升来更好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是对患者之福 因为我们在学术的部分来讲 虽然担任这是学术的职位理事长 但是我们要再从事的部分 就是属于学术方面的一些课程 一些活动 这方面比较多 所以相对的也把医生的本身的领域 多增加他的本质学能的强化 相对对患者也是一种福利的 所以我的过程来讲 其实应该算是都还蛮好的 因为遇到的贵人很多 所以在这里面再做所谓的 我们现在目前线上的一些 所谓的好朋友 其实哪一天都会穿我的贵人 也说不定啊 所以在这里的话 也更谢谢大家 多多支持 多多帮忙 谢谢 最主要是谢谢郝沈 对不对 给我这个机会 好 那霍医师就是 我是比较好奇 就是念医学是你从小的志愿 对 然后在医学有分很多类别 那念牙医师 就选择牙医也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算是啊 因为在第一个那时候 主要就是选独医 当医生 好当医生 那自己说什么科什么科 说实在那时候还不太 有明显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后来在考试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联考 并不是用真实的部分 所以在联考上来讲 第一个优先志愿 可能就是医学系 再来就牙医系 这样点击的 但是我们这边 现阶段这几年的风潮下来之后 很多人第一志愿 都已经开始写牙医系了 他分数也可以到达医学系或哪里 但是他的分数高到甚至 就是选择台大的牙医系为第一志愿 或者是北医 或者是阳明的牙医系为第一志愿 现在目前风潮 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潮其实在国外 他们真正 后来我在加拿大开诊所的时候 有一个来 一个是多伦多大学的 一个高材生 那他们应该算是 所有学校好多的牙医系里面 他算是如同我们台大 他是排第一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到时候他来我诊所的应征的时候 就聊到这些的部分 所以他的分数 其实就是他第一优先志愿 到时候要申请医学的各个领域的 一个apply的时候 牙医系是他的第一志愿 所以现在目前其实都有很多 其实我们就是朝向说 来医学方面领域 可能一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家人 最主要也可以帮助很多社会广大 需要在疾病方面救治的 来治疗的方面 有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就选择一个不同的职业而已 是这样子的 OK好 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来到六月之前 我做的行业跟口腔保健有关系 对 有一个有推广的T型牙刷 所以是我自己私人问的 你觉得T型牙刷是一个好的刷牙工具吗 是蛮不错的 因为当时我也接触到这种T型牙刷 同时放下去就可以刷塞一个面的这一种牙刷的情况 其实真的我那时候很佩服这个设计者真的很厉害 他看到一般患者的一个毛病什么样子的 刷牙不用心 其实他有刷 但是他可能也按照医生或者是一些护士助理人员 教导的说要按部就班 照着顺序这样刷过来 不要说东跳西跳的 东刷刷西刷刷 然后口腔里面满口都是牙膏的泡沫 然后就味道闻起来很香 好就可以漱口了 其实他没有真正刷得很干净 然后往往回来比如说半个年半年回来洗牙的时候 发现他的牙结石还是一样累积的非常的多 那这种情形下我们常问说 你有刷牙吗 有啊我每天刷几次 甚至跟你讲这样的情况下 可是为什么会结石这么多 因为没有按部就班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T型牙刷的时候 其实在刷牙上来讲 可以解决帮这一类的一些患者呢 能够真正把他的牙齿清洁保健的工作 做得比较踏实比较落实到 把每一个气节的部分 每一个部位都能够牵得干净 所以当时我看到之后 我说哇这简直叫做可以得诺贝尔奖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能够这样的情形下 所以当时我们还大力的推 我们当时大力的推 只是后来有些患者可能用一用 觉得说不方便 因为牙刷大家只是一只而已 像头小刷毛 但是这个T型牙刷 它变成三个面的情况下 变头比较大 有的人嘴巴小一点 放进去在后面的地方 可能比较不容易刷得到 所以往往就是变成 有的患者用一阵子 可能就没有再用 有的又跳回去 他原来牙刷 所以都有它的优点 跟它的小缺点的地方 这是难免的 单面的传统牙刷 其实是容易放进去 那甚至大头一点的话 干脆用小朋友专用的 小头的牙刷 一样都可以用 可是重点是 它真的有照我们所教的方式 把它刷很好吗 未必 那这样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建立它 那你干脆就换成T型牙刷好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是交叉的运用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棒 也很贴近人心 真的非常厉害 真的 这位应该真的是 给他搬那个佛性奖的 好 谢谢侯医师 好 那么回过来就说 那当初您的推荐人 是怎么跟你介绍 这个说起来真的非常有点是 好像上天 上天就在某一种机缘 或者一种缘分之下 其实那时候我是 担任副理事长的时候 那因为副理事长 我刚才也讲过 我们对一些外面的行政 公关各方面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 友会之间 比如说医学会 医师公会的部分 或者是药师公会 这些相当我们就都有做联系 在我们新北市卫生局的 一个带领之下 其实我们这 医师团体的部分 都有做这方面互动的一个联合 那所以去参加的时候 那一次也刚好就是 差不多也喝了 稍微一点小酒 有点微醺的状态下 那我就回来 回来回来家里的 坐計程车回来 那在这里要强调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坐計程车回来的时候 刚好我家旁边就有一个 就是那个全家便利商店 那在这个地方 的时候下来 我刚下了车之后 突然就听到 好像从天空一句话出来 后医师喊了一声 我想东看西看没有人 左右旁边没人 那远远的地方 好像有两位女孩子在那边聊天 然后好像看向我这边 因为暗暗的嘛 然后喝了酒 有点眼睛变得比较朦胧美 所以看不清楚 那后来发现到 真的声音又喊了一声 就从好像那边穿了 我就走过去 原来是我的患者 而他跟我已经 将近有两年多 没有 没有在诊所 这中间跑去哪里 要不要回去哪里 或者怎么样 不清楚 好 那但是这里面后来 其实在遇到他的时候 我将近应该说 一个多礼拜 快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突然脑筋里面有浮现出 这一位病人 他的一个印象说 对 这个病人好久不见了 跑去哪里的 我心里没在想 只是后来没有请我的助理 去查一下 或者是打电话联络 没有一忙嘛 有时候就会忘记 一个脑筋浮现出 哪里 没想到竟然那一天遇上他 然后他在跟我讲 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稍微喝酒 就闲聊一下 但是我那时候 他那时候看了 很像是我的病人 声音就几乎就是如同 我一两个礼拜前 突然脑筋浮现的 那一个病人 但是问题是 你 怎么感觉不太一样的 有些变化了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姓 他就说你拆开看 我说你是不是姓王 他跟我讲不是 他还就跟我在那边开玩笑 不是 我说完蛋了 人家都认识我 我竟然还把人家叫错了 真的是太失礼了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现在喝醉了 所以有点脑筋记不清楚 然后他说 好没关系 明天我去诊所 早上去那边洗个牙 到时候你就知道 肩膀好拿出来 你就知道 我说好好好 这样子 就这样的情况下 踏上了 那他到早上诊所来的时候 当然洗完牙 洗完牙之后 好了 他终于露出他的本 真面目了 他的真正的用途 那就是后医师 你知道干细胞这东西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本性比较 就是活泼一点 比较 也因为在工作职务上来讲 跟一些其他科别 尤其一些医美科的医师 这方面接触了蛮多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就比较知道说 医美他们应用的如何 为了要让女孩子 更加漂亮 为了要增加年轻 这些种种的情形下 那他们用的是干细胞的部分 我很早 那时候在当下 应该说我早在六年多 到七年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这些相关的 所以是有点像超前部署 那时候就接触到 那然后他跟我提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的部分 是指打针注射的 而口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而他跟我提到 这东西的时候 我竟然就觉得说 没想到打针注射 竟然可以改为口服 那这未免技术层面 很厉害也 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打莫德纳 我们在疫苗的这个情况下 莫德纳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竟然好像礼拜四 礼拜五竟然已经有讯息出来 他们本来是说在明年的12月底 可能才会出现口服的这种疫苗 但是没想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竟然他们提前一年 他们说在今年年底 说不定就可能会有口服 大家想想看 打针注射 进展到口服 你说这个层面是怎么样的进展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在这里面他告诉我 口服的部分 我当然就很怀 有点疑问说 嗯 口服 那这不知道胃里面 就被胃霜破坏了吗 那这有什么说 它的效果到哪里 因为打针注射 是直接打到血管里面去 就直接进入 它的效果可以达到 百分之九十一百的模式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 不对不对 他就拿出那一本 一些叫战守折 其实就是我们的大本的 OPP的一些内容 他就在这边讲 然后讲给我听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有点慢 大家也听我讲话 速度比较稍微快 所以你就知道 说我是比较急性 很多东西一看就过去了 他还在讲第一页的一半 第一页的一半而已 我已经砍到第二页 已经看完 准备要翻下一页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不然我自己来看就好了 所以就这样 我这样看完之后 我就看到他的五大技术 种种他的成分 那时候是第五代的成分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很不错 说这东西到 就给我说 那这两颗你先 就是给我 就是来来那个 那个吃看看 或怎么样的情况下 那我其实就是后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后来就试看看 他就大方两颗 那两颗之后 他就 我就想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下了班我再吃 为什么呢 其实我吃完之后 哇那真的 发生惊天动地的改变 我当时因为看诊 也看了这样子二十几年 这样讲 一直大家都知道我睡出了 那所以这种情形下 我其实做苦神经痛 我颈椎突出 我一个学弟 才小我三四戒而已 他竟然已经到台大去掉脖子 调整颈椎突出的问题呢 已经掉了两次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问题很大 那我最主要也是因为肌肉酸痛 酸痛到半夜四点都会痛醒 自然痛醒 而且痛醒的时候 没办法让你说 痛一下醒起来 还要再继续睡 是真的在那边痛 一直追心的痛 然后我只能找一个比较尖锐的 尖锐的东西 直接就往那个痛的地方去按下去 这叫乙痛止痛 如同乙毒攻毒一样 就这样情形下 我才能够按摩 把揉那个肌肉 纠结在一起的 让它松开着 我才能够继续 将近要半个小时 我才能够继续地睡觉 就这样的情况下 您知道 我这样的情况 受这个苦 已经只能靠按摩去推 所以我就不想去吃一些 肌肉松弛剂剂 或西药的部分 就这样的 我吃那两颗之后 竟然当天没有发生 所谓的这种 纠结在一起 让我痛醒 竟然没有 而且因为我长期的 都是两点多 三点 因为在外面开会 应酬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心情下 睡眠时间受伤 严重的不足 只有顶多四个 五个小时 上下的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睡眠常常会看到 你要说 你是昨晚没睡饱 或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气色也蛮黑的 不好 好 真的很不好 然后整个 低性领域吸引 也非常非常严重 把我的脸部都吸得 有点下垂 所以这种情形下 我吃了那两颗之后 进展晚上半夜 没有痛醒 没有痛醒 而且隔天 我竟然肌肉 那种酸痛的感觉 一整天都没有发生 都没有再一次的 让我感觉不舒服 我就觉得好奇怪 所以我赶快就跟 这一位我的病人 其实我其实也可以 不用卖关子的 这位病人 大家也熟知 就是我们王琦 飞马医领袖 他本身 他就跟我 我就跟他联系 说这东西 怎么这么神奇 这东西怎么样 还有没有 我想要吃看看 或继续的 或者是这东西 怎么样来卖 或怎么样 我想买来吃 我就这样开始 后来就买了 这样子整套来吃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从那时候开始 第两颗吃完之后 就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所谓的 那个半夜痛醒的情况 再度发生 就没有 所以肌肉酸痛的情况下 纠结在一起 我甚至可以感觉到 我肌肉紧绷着 那骨头韧带 咔咔咔咔的声音 但是吃了这个产品之后 竟然有很大很大的 改善我那一种 不舒服的感觉 那种纠结在一起的感觉 有大大的一个降低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产品来讲 对我的健康 对我的身体的 这种不舒服的 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所以我觉得说 这样情形下也不错 对于我不喜欢吃西药 来万年有什么样的情况 副作用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就吃这东西 来改善一下 说不定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说它不一定 有它真正所谓的疗效 什么之类的 这个东西 我其实也不期望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品 又就是一个 一个保健类的东西 所以我不会去期望 它有什么样的 可是重点是 对我的肌肉充实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时候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部分 我至少不用再去按摩 按摩每一次 按摩四个小时 然后每一小时 每一分每一秒 他这位按摩师 是直接用手肘 去按着我酸痛的地方 那那个过程 不是要享受 那简直叫痛不欲生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终于不用再受苦了 不会再这种 所谓地域之苦了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 因为我巧遇到 王琪 我们飞马领袖 他当时 他也是刚接触 没有几个月 他就本身拿这个东西 来推广给我知道 就因为我本身 有这些毛病的情况下 我吃了以后 产生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踏进立会 来接受这个产品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 我对于一些新奇的事物 我比较好奇 我也是好奇爸爸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 我都很能够 open mind来接受 所以我的病人 常常很多各个不同的产品 包括一些 大家也知道 手指的安利 我第一个安利的产品 叫做它的热水器 净水器 净水器不是热水器 这样的产品来买来用 买来用的时候 也是当时看这位先生 一对新婚夫妇 年轻人 也在做这个事业 也在推广 我想想 对 我自己本身也要吃一些 水质比较干净的部分 就这样买 所以我就很容易接受它 然后也听听他们的制度 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多 家不同的东西 包括连从国外来的 卖机油的 卖轮胎的 这些东西都会来跟我讲 但是我会接受 我会来听听 他们到底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讲 多增加我一些不同的人生层面的接触面 我不要只是 完全只是医学 这么一个小小的医学领域而已 说到外面 变成生活小白痴 什么都不懂 这样子 大家则都会常常 说实在 我现在目前也很多人骂我 有点像生活白痴 为什么要讲一些东西 我还是不太懂 虽然说是小小的 简单一点概念 好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就开始也深入去了解 每一家它本身的 好处优点在哪里 产品的优点在哪里 还有包括 他们所谓的落马当成事业的时候 是要怎么去 好好的 去经营推展 那我当然也不例外的 就在我们的立会这里面 也是吃了效果很好 接受我的肯定之后 我就会想更想了解 这样这一家 也是既然能够采取用这种模式的情况下 到底跟其他家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听了太多 十几家 应该至少十五六七家以上 我听了太多 包括还包括我在加拿大的那边的时候 一些华侨 他们也都跑来跟我讲他们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接触了非常多 我也会做一些比较 但是我们立会的制度 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幸好我是在桌子上 所以眼镜掉下来 我还可以带回去 它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非常的让我压抑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所以我在这里从那时候开始 我是对我们林文峰总裁 他设计这一套的一个 这种总裂奖金 这种事业推广的模式 我真的非常的佩服 他真的非常优秀的一位领导人 一个总裁的部分 他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 非常独特 又与众不同 但是一个真正可以让经营者 能够在这里面获得非常好的 一个奖金的一个报酬 所以这样做事业 每个人其实是不是很想要 把它当成一个终身事业 然后又可以在这里面 真正得到一个 非薄的一个收度 对不对 这样的话对养家活口也好 或对未来的养老 养老的部分的一个一个保障 这种退休金 事实上是大家所希望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就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所以我在这里面非常感谢 当时如果不是因为 我这已经两年都没见的这个病人 我们的王岐飞马 真的就没有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或许也说不定了 因为太多病人都会跑来跟我说 说不定我会成为另外一个团队 说不定会在夜行里面团队 也说不定 所以这地方真的是缘分的关系 所以我的接触的人 接触的过程来讲 其实也是因为感觉就是 好像老天 你看看在接触到王岐的时候 在一个因缘际会就喝醉的情况下 竟然就这样跟接触 而这里面竟然一两个礼拜前 我脑筋竟然浮现出他的影像 就想到说是不是 所以没想到老天爷真的会帮助 天助自助者 所以他要我自己好好的帮忙 所以这是我的过程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牙医师 都有像您这样的一个职业伤害 就肌肉痠痛 颈椎 腰椎伤痛 那应该是Petir 对这方面应该会有相当的帮助 所以我想了解 就是说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来看我们的Petir 您是觉得这产品的一个 可以发挥一个怎样的一个效能 其实Petir 因为他最主要强调的部分 就是干细胞这个成分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像目前在当时我接触的时候 几乎可以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 有的话就是真的打针注射 那当然在国内那时候 还没有正式的开放的时候 其实唯一的办法管道 就是到国外去 国外有很多地方 有的日本 有的中国大陆 有的瑞士 乌克兰 这些种种的部分 甚至连俄罗斯 因为当时我就已经在加入 这个因为我跟医师 刚刚有提到 我跟医生 尤其医美的医生来讲 这个领域里面接触得非常早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概念 在这地方 那后来这个 我也加入了干细胞学会里面的 也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干部 但这种情形下 我们也邀请国外的一些讲师 像一些一些美国的 甚至远从瑞士的部分 我们甚至也带领医师 到瑞士乌克兰去做采访 去看他们的实验研究室的价值 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那时候也曾经请了 俄罗斯的一个医学教授 一个博士 医学教授 结果她的女儿 也是同样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医学教授 医学博士 他们两个母女党 就真的在掌控俄罗斯 是国家级的这种干细胞中心 所以我那时候接触到 对干细胞产生的效应 以及它真的用在 真的在医学上的瓶颈 像比如说烧烫伤 甚至一些车子 比如说发生意外车祸的时候 在路面上勒残 然后整个皮肤有些脸部 甚至有着身上的手脚的部分 那个细胀的部分 全部进入你脸部的时候 根本对医师来讲 或助理人员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 一样一样挑 有时候伸入到里面去 你根本看不到 的情形下怎么办 那个地方长出来 一定都是疤 一定都会显生小小的疤 所以就算是已经挑得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肢有伤太严重 所以它一定会有那种 纹路的疤在身上 所以一定会留下一个 不可磨灭的一种伤痕 那烧烫伤的部分 更是被火纹身的 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了有时候很 那个肌肉筋暖 在那边的地方所产生的 包括火红的伤口的 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了有时候都会害怕 不敢去碰磨 所以我看到这些情况下 但是在国外的这些 讲师教授 他们来到台湾 做这方面的解说给 下面台下全部都是医师 那是完全是佛 干细胞里面的医师的会员 所以都是医师在听这方面 我也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 其实真的真的叫做 完全偷偷 不会想象到说 医学领域里面 竟然可以让人家 完全复原到 几乎看不出他以前成统 曾经受过伤的模式 所以后来我们台湾 发生八线城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放 所以开放干细胞领域 所以很多我还 后来陆陆续续都遇到 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他说他的孩子 就是八线城报的患者 情况下他们把他送到日本 去那边做这方面的治疗 后来还真的人数不少 当然整体比例上来讲 还是不算多 可能只有顶多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的人 有这样 当然因为这是要经费的问题 好了在这种情况下 接触到干细胞领域的接受 可是这里面我已经知道 干细胞产生的在医学领域的 治疗上来讲 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医生有 如果他没有在接触干细胞的时候 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 都有交干细胞 可是时间的一个进展 他没有接触的时候 这里面的进步进展 其实叫做一日千里 不敢去相信 真的会非常的压抑 所以我知道他的效应 那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干细胞总算在107年 9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感谢 现任的卫福部 陈时中部长 当时就是他在电视上面 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布说 我们台湾正式进入免疫学疗法 干细胞疗法是其中的一项 在这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运用这方面 从那一次宣布完了之后 你知道在卫福部 就开始几乎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办医学方面的教育的 这些课程 就是要让医师有些比较没有接触 但是他也有心想在走这一块领域的话 要拿到一个有这方面的 医师资格的情况下 就开放这个课程 一直不断 而且这课程上课的 都是这个领域里面的 博士等级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教授 所以我也有幸就去参加 我在灵国长庚医院里面 接受这方面的一个培训 包括培训完了 还要经过考试 合格之后才能够真正拿到那一张 所以大家有机会来我诊所的话 我都挂在我前面的地方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所以我在干细胞领域里面 其实是有相当用心在这一块的部分 那在我们台湾正式的这样子 开始开放之后 我们为那个健保局 也正式运用所谓的这种疗法 那这个疗法里面 就是运用在癌末的病人 因为这个干细胞的费用 说实在还真的是相当的高 不像我们健保 现在目前就看了病什么 你几乎不用付什么费用 只要顶多是挂号费而已 对不对 但是在一个免疫学疗法里面 卫福部他健保局 只能顶多负担你一半 另外一半的部分 一定是家属病患 他自己去负担 那就我所听过的部分 他讲这个一半的费用是多少 是80万 那家属也要负担80万 两个一盒加起来是多少 160万 所以大家听到房间里面 常常都是150万到200万之间 其实那还算是好 那叫什么 卫福部是160万 是用在治疗癌末的病人 其实只有真正癌末的病人才能用 因为他要求你各种的手术 开刀化疗 放疗 指指标靶什么之类都做过 最后只能盖上两个字 无效的形形下 才能够正式启动了干细胞疗法 所以不是每个人说 我想要 我现在目前在初级 我赶要用干细胞疗法 让我的病情能够快速的改善很大 或怎么样 其实你不符合资格的 好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加起来160 可是重点是 外面的部分房间 150到200万 其实在养生而已 真的你如果病 投病去那边治疗 要用这种方式来疗法 对不起 250万跑不掉 我也去采访过 就是干细胞的 开这一类公司的董事长 这样的相关的模式 当然他也跟我开玩笑 或是你介绍来的话 我会特别给他优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接触到很多不同的 一个情况下 那所以在干细胞里面真的有没有那么效果 大家从这边我的解说 我们台湾都会开放的 那你说 因为即使我们比日本晚了七八年 那时候在当时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到日本那边 有人好在过来这边 在做这方面布局的时候 就聊到这边 即使他们已经开放在 所谓的肝病的治疗了 然后接触的 慢慢是糖尿病的治疗的部分 那所以台湾后来七八年后 我们终于开放了 开放的话当然了 这里面就受惠的患者就很多 可是唯一就只有癌末的病人 很可惜 可是现在目前又在今年的 一月份的样子 我们的卫福部的那个那个 副部长吧 他本身就十重两次副部长 他本身就在电视上做一个 他写的五个字 干细胞疗法 这五个字写出去 他不再称为所谓简单的 就是所谓大的方向 叫免疫学疗法 他叫做干细胞疗法 这五个字竟然就在电视的荧幕上面 记者采访的标题上面就这么写 我看了非常的兴奋 我说哦 这东西总算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名称进来 给大家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时候用在哪里 用在糖尿病病人 他伤口几乎都很难愈合的进行下 身体的免疫力都差很多了嘛 然后愈合力也非常弱的情况下 他终于开始了用这方面疗法 而竟然产生非常棒的伤口愈合效果 所以他就把这个记者会召开 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运用干细胞疗法 能够产生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说我们台湾的开放的角度 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是非常是有幸我们在台湾 这里面一来又健保 又会帮我们负担很大的一个费用 这是患者的福气 所以在这里面 我运用在我的诊所里面 其实每一个手术的部分 比如说把智慧池比较严重 看起来这一位病人体弱多病 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好像不经我这个折磨 就是拔完牙一个多小时之后 隔天我就可以预测 他一定肿的老大的情况下 我就跟他讲说 哎呀这个东西来你来吃看看 这个产品的部分对你有帮助 我就会推荐 当然我是尊重病人的 因为我只是如同医生 哎呀你的骨质条件不好 你亚洲病骨质比较低速 你要不要买一些钙片 或是到药房里面去买这些东西 来补充你的钙质 或种种的情况下 我们都提供一个相当的建言 所以在这种基因下 我也帮助我的病人 他们在手术过程也好 或者比较严重的 这种肿脏的非常严重 如何快速解除痛苦的情况下 除了西药一定会给他吃以外 当然我就会一个建议给他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干细胞 它会产生非常非常 让人家惊艳的一个效果 在这个效果只是一个身体的改善 或许是增强你的抵抗力免疫力的部分 来让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免疫细胞 抵抗力提升 然后产生一个真正改善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不是讲说 干细胞会有这个效果 它是某种层次的一个部分的运转 这是在正确的医学领域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跟大家做这份报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除了干细胞我们口服的部分 对我本身产生很大的一个 改善身体的状况之外 我会觉得说 因为它的价格又跟打针注射里面 你看看 即使是我们健保局在打针注射 都病人要负担80万 在癌末的病人身上 那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真的 我们大家感恩了 因为健保局也负担80万 两个加强100多万 对不起 如果在民间的话 你这种带病去治疗的话 250万 跟这个所谓的160万 你说是也差了一大笔的价格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口服 所以相对的 我们可以让你们的 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 或病患 他要养生保健 就像我们吃维他命C B群 各方面D 这方面的部分 一样的概念来给他 提供这方面的保健 二来的部分 因为有干细胞 他又会提升 相对的我们身体的 一项修复 或者是说身体本身的 一个提升免疫力的模式 多增加一个管道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对这一个产品 能够让大家用最低廉的价格 能够达到最高效应的 如同打针注射 一个效果的 这样的东西呢 我会非常乐意 跟病人做这方面的推荐 那至于他接不接受 也看他是怎么样的来想 这都不会勉强的 是这样子 是 那因为后医师 我觉得是比较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这方面的领域 那我想请教说 一般的医生 对于这种干细胞疗法 他接受度高不高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有医生来推荐 我们这样产品 客户会不会比较容易接受 其实刚刚我有提到 在医学院里面 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在这种免疫学方面的 这个课程的话 是整个学习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都知道 有这么干细胞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以我来讲 在那个时间点 是根本就没有 特别去强调 干细胞能够运用到 医学领域里面 真正用在病人的身上 或者是一些 一些治疗的一些情况 像癌症 癌末的病人 这样的情况下 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很多的医师们 他们当时 当然在可能现在 越来越进步 那教科书里面 教授里面在教的东西 可能就会提到 所谓的干细胞 已经运用在 所谓的医学领域里面的部分了 所以可能比较 最近这几年的一些 毕业的学生 更加有概念 因为早期的部分 只是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能够运用在 医学领域的一种 治疗模式的情况下 我相信当时 他们是一点都没有概念 而事实上也都还没运用到 所以医生们要接受这个东西 其实也要看它是 在哪个时间点 现在毕业的一些学生 一些毕业生 一些未来的医生 他们相信 应该这个产品来讲 不是说我们的产品 是说干细胞疗法的这种 它其实是不陌生的 那至于说 他愿不愿意走这一科 也要看他本身 就是他本身 想要从事哪一科 你如果说他只是一个 可能一些比较 检验科或什么之类的部分 跟这些所谓的一些 比较内科学 或是一些比较这种 一些比较 走在时代尖端的这些东西 他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时候 所以相信的 他可能也会有所疑虑 对不对 那难免的 医生本来在医学成长的领域里面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用 用这种批判的 应该是说怀疑的眼光 来看待一件事情 为什么 你不能随便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可以全部拿来用 你要先思考这个东西 对病人是有多少的利益好处 而害处又有多少 这种比例的话一定要 所以在这种心理下 很多医生 其实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兴趣 他也会想要来了解 可是重点是 到底他们对这产品 对更细胞的这种模式疗法 其实也是存在的 一个怀疑的 甚至有些 我听一些早期在做这种医美的医师 他们在走医美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是主流的时候 他们是被其他科别的大科的 这些医师们的 他们的同学或怎么样 其实是有一点就是 有点不太觉得 你们根本在走莫为之解 就好像不入流的这些一些部分 真正要的话 是要走什么科 其实这难免的 因为有大科小科 那大科要挤进去 也是不容易的 对不对 科别的职位就那么少少的 所以要挤进去 其实也是要相当相当的一个艰难度 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随着风水的流转情况下 这个东西大家因为也保暖的话 就会想到说 如何再改造自己 自己更加的年轻 更加的美丽 看到自己都觉得很兴奋 很快乐 对不对 这就是未来的人类 一定会走这个模式 所以好了 现在目前大家对医美 对美化自己 甚至提升免疫力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的 这种模式 大家越来越强 越会去注重 所以这时候很多的医生 也就从那个什么 从不同科别 有的时候妇产科 有的甚至从肠胃科 有的是甚至小儿科 都跳到医美领域来 而医美领域会不会接触到 所有这些干基巴的部分 其实真的都会接触到 所以你说医生会不会接触 因为接触 也看到很多他的前辈 已经在走这块领域 他所产生的效果 带领着他 跟他解说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医生是会接受 但是在我们口服领域里面的话 其实来讲 他们也是会跟我当时的怀疑一样 而这吃下去 不就所有的被胃酸破坏吗 但是事实上在经过 我们跟他讲五大技术了之后 其实是他们是很容易 很容易去接受的 但是接受之后的话 他们愿不愿意来跟病人解说 其实也多少 类似有点像说 卫生教育的这种模式 那卫生教育的情形下 是不是应该来讲 就所谓的 让病人能够完全了解 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 产生的效果 会不会如同打针注射 那打针注射的价格 跟我们这东西的相比之下 种种的好处等等 说实在是要做一番解说 所以你也知道 诊所里面医生真的很忙 所以说实在没什么时间 来跟病人来做这方面的说明 所以一般来讲 能够接受度 还是在某一个比较低的比率的程度 来做这方面的推广 那所以尤其我们口服颈细胞 其实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他讲经制度的模式 当成另外一个事业 不管你是当主业还是当副业 其实当然在对医生来讲 一定都是当成副业的部分 所谓你在这领域里面 做到一个相当的 像我们燕豪 豪神 他这种领域的话 根本就是简直已经那种收入 是下破跌破眼镜 可能跌了好几幅 他还不够跌 的情形下 我相信他们可能就会 改型预测 变成就是一主业 但是在这领域领域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本身是对社会有责任 对病人有一种偏执 我们是想来悬浮济世 来帮助病人改善痛苦 所以你要叫我们 马上就放掉这个工作岗位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他的 一种心里面的挣扎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都多少还是会 有着就是还继续的看诊 来帮助病人 因为很多病人 他自己会跑来着命 像我这边门诊的时间 我已经降到下午4点以后 才开始看诊 但是有些病人 还是要挤到那个地方来 所以我有看诊的时间 说实在也都非常忙碌 所以这种情形下来讲 医生接不接受 我认为接受度 只要你跟他做完详细的说明 也让他了解说 这个产品能够帮助到 什么样的领域里面 能够让病人得到一个 相当好的营养补充的话 我相信他接受度很高 包括我这边台中 有个职业医师 他那时候有一次 在桃园的一次分享会里面 那一次是将近有 两千多人以上吧 的一个大型的聚会的时候 那一次就特别有一个领袖 带着他跑来找我 他说 这位也是台中来的一个医师 他说看到你在一些 我们的一个介绍的时候 他们有看到可能 在我们的YouTube里面 或是一些我们的群组里面 传的资料 他看到我在这里面 领域里面 竟然能够做得这么样的快乐 又做得这么样的 德性应手 他就很想说来知道 know how 或者是我怎么样 在跟病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 医生会不会接受 其实会的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拒绝的 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是因为他太太吃到最后 在一两个月后吧 好像就改善了很大 他才开始觉得 真的假的 有这样的效果吗 所以后来因为太太的改变之后 太太说 不然你吃看看嘛 就好像那个电视 伟大利广告 不然你先看看 就这样的情况下 他吃了以后 竟然改变了 腰酸背痛 改变了 所以在这种倾向 他才开始来走 那这种情形下 又看到我的一些视频的情形下 或者是我在台上 分享这种OPP的情况下 当时早期几乎都是我在讲 我讲的至少要200成以上 好230以上 所以这种情形下 他就跑来问 所以你说 你看他会不会接受 就算是刚开始拒绝 是因为他不了解 但是因为因了解 不是分开 而是紧密的结合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医生其实是 能够好好的跟他说明 只是要有他空档的时间 要不然不容易 所以我常常跟 那时候跟王琪讲说 哎呀 其实我那时候后来 也慢慢地跳到 所谓的孔雀领袖的 一个位阶聘阶的情况下 其实那时候也问我说 其实后续师 你有没有分享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我说其实你在外面 随便每一家牙医神所 你跳进去 去问看看 搞不好你就这样 会碰上一个牙医师 就接受了 接受之后 他也会马上跳回 变成孔雀领袖 说不定你就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随时都有机会 随时都有希望 是的 好那我知道 我觉得后续师非常活 要参加很多的公会 雅艾斯公会 还有社团的活动 所以有考虑重振吗 像我们卫福部长陈志忠 或者到娱乐界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蛮有喜感的 我还蛮喜欢 跟像吴忠仙那种模式 来PK一下 不过人家是大师 我们只是说 在那边旁边学着一些 那平常大家朋友聚在一起 是一些还比较能够 让气氛活泼 然后大家觉得 生活本来就叫快乐 干嘛不快乐呢 干嘛一副 这样很严肃 好像很凶的样子 我是觉得快乐也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所以我选择就是快乐 所以选择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您说到了 有没有说有人找我从政 说实在还真的有 那几乎是30年前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算是开始就是 出出茅庐吗 那也开诊所了 那我也是加入工会 然后所以开始接触到很多 外面不同的社团 那这里面包括两边的一些政党阵营 然后甚至 应该还那时候好像叫新党吧 那时候还没有时代力量 这种情况下 但是我就在接触这里面过程当中 其实就有些人就开始来 股东 我说 我说你姐妹要不要交到 我们这边来 然后到时候 开始培养 你在参加明代 议员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还没有到那个成绩 因为怎么样 我本身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忙 早上 我其实那时候早上 9点8点就开始看能证 看到几点 看到晚上12点 那时候很多 当然了 那时候老人家很多 老人家也比较喜欢 像我这种个性吧 可能 所以相对的一船十船牌 全部都几乎老人家 这样子 所以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就接触到 他们也在 尽量就是看 我能够是不是 也可以在走从政的模式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的个性虽然是 稍微比较活泼一点 可是对政治方面来讲 其实我还没有 那么这样的熟悉 而且我本身觉得说 这个地方在从政的这条路 以及说要当民意代表 这条路来讲 其实要为民喉舌 甚至要做什么 那要花非常非常大的时间 那我用门诊时间 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万一两边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那其实不是都对两边的一些 病人或者是对选民来讲 都不太合适 所以我那时候 非常感谢他们阵营的人 都有来劝说 也希望能培养我 能够成为 一个政治人物的这样的模式 但是那时候还不能这样 政治人物 直接民意代表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是有这个机会 只是我觉得说 我其实还是在 我的个性来讲 我还是觉得我本性 在我们的医学领域上来讲 我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 那重新要重启炉灶 来做代言人 这样子 民意代表的代言人的话 我其实就跟他们 感谢了这样的情形 所以就不叫说 所以 其实有时候 我会觉得 人走出去 机会就会来了 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讲 机会机会 其实机会就是这样 会掉下来 只是说你要不要去把握 你要不要去掌握而已 那当然经过你自己的评估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又问到这个 好像比较深度的 一点点的部分 这也是平常 我比较不讲的部分 但是事实上 好省果然就是好省 你果然挑出我的一些 一些深层的一些东西 好 那你刚刚想说 因为杨益斯工作很忙碌 那你接触入院之后 你的时间是如何安排 去平衡 真的 对 因为我觉得说 真的要做一行 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就真的要全力以赴 你才能够真正在这个领域 得到一些心得 然后开始有点小成就 小成功 才能够真正累积 多少十几二十年 之后甚至在退休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有一种某种程度的 你来说是对自己可以有个交代 而对自己也本身有个满足感 所以当时我开始接触到 我们的干细胞 这个产品之后 对它的效果 我是觉得说对我帮助很大 那之后我再来接触的更深的时候 才开始知道说 原来它也本身可以当成一个事业 而这事业里面它有非常棒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奖金的模式 那这个奖金模式 它真的我非常在这里 又要再次的感谢 就是我们林总裁 他本身在这种制度上的模式 愿意大大的把这个奖金 剥比弄得非常高 本来是65到70 这样的这么高的比例 让真正想要再从事 这方面的事业的人 他能够从这边 得到相当好的一个 类似像安定的力量 什么意思呢 你至少一个月的收入来讲 你跟后赚到足以温饱 甚至有一些储蓄下来 将来你要做什么呀 你要买房子啊 你买车子啊 或甚至对于你小孩子的 那种所教育金啊 或是未来老的时候 你退休了 你的那些一种所退休金 医药费 你会有一个相当相当一个保障 所以在这里面的情况下 我在做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 我就开始也觉得说 开始来做看看 来试看看这样的一个领域 你把它当成一个副业 因为其实我做的副业 还真的不少 因为只要有兴趣的 有不错的 我都会开始来尝试做看看 那其实医师里面 最常见的副业 其实不外乎 股票 期货 对不对 外汇等等的 甚至大家也都知道了 房地产的部分 这是法拍屋等等的一些部分 其实这就是副业 那请问一下 他足业有放掉吗 其实也没有 他是利用空闲 侠语的时候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 副业的推广 或是副业的一个过程 来寻求他自己 某一方面的一个满足 所以在这种心下 我本来也是都玩 股票奇怪之类的 后来就因为 这个王潜领秀呢 他跟我介绍这东西之后 我也就开始来 深处去了解 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地方 那为什么可以 弄成口服的模式 那他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 最重要是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在推广的时候 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个 奖金是怎么样的模式 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 就一步一脚印 也非常感谢当时 就是我们海域大领袖 现在飞马五海域大领袖 他当时非常非常耐着性子 来跟我解说 我们的奖金 是怎么样的一个 安排的模式 因为这里面其实 因为刚刚我也讲过 我几乎有15、6家 以上的这方面的 一些不同的领域 他们的奖金制度的一个 我非常好奇都会去探寻 那听起来大同小异 有的是更复杂 复杂到最后 我连听都不太想 再继续听下去 因为是太难记 脑筋 我的脑袋太小了 所以没办法继续听下去 的情况下 好 多少我有些概念 那后来听了 海域领袖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其实当时有一些 就是好像踢管的模式 看你说你这东西多好多好 然后奖金多好多好 到底是多好 所以这里面 我是带着踢管的模式 来聆听他 跟我所做的一个说明 我说明至少 将近说的 像20分钟半个小时之后 我其实就开始 在提问一些问题 来做踢管的动作 那他也不会说 因为我来做这方面的 一个挑战 他会开始就觉得说 你这个后衣是怎么那么刁砖 你这后衣是怎么那样子 好像刁难 故意没查找 是做这样的模式 他没有 他真的非常nice 他非常nice的性质 来跟我有问必答 讲得非常清楚 甚至我同样的问题 问了两次问了三次 他一样的再一次的回答 当然他回答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可能或许有点感觉到 好像是有点回答给我 但是又好像感觉 好像还没有摸到那真正的心感 有点隔靴烧痒 但是就这样的经济下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一次 那一次还在敦化 南路的一个咖啡厅的部分 他来跟我做这方面解说 所以我就开始 觉得是不错的经济下 我才开始说 我来尝试看看 所以我在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病人 在做这方面推广的时候 当然我的病人 我会跟他讲 以健康为主 以他对他的本身 可能有一些 甚至有说 他们本身的骨质疏松 或者是一些 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那我们听到 有一些案例的分享 他们觉得说 他们吃了以后 对他们整个的 身体的改善有很大 我偶尔也会跟他们提一下 因为可以试看看这东西 那有些部分 像医师 像有一些我的好朋友 我其实就会 不但是告诉他们这个产品 我会告诉他们 本身这个制度 在我当时所理解的情况下 来稍微做简单的分享 给他们知道 当然再更深层的话 我就带着朋友说 来请大领袖 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其实我是利用 我的一些时间 应该是说 我牺牲了我玩股票 起货的时间 不再玩了 那时候真的就停下来 我就听王琪的说明说 你就不要再玩这东西 你看耗了多大精神 然后你眼睛盯着荧幕 笔电 还有包括电脑 其实当时如果早期 有来我诊所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诊所旁边 里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 至少有将近十个荧幕 然后有好几台电脑 同时分享出去 一打开就是 陷入走势图 还包括他的一些 所谓技术分析 他们都常常变得这样 后一师你家里 为什么摆这么多台 电脑跟那个荧幕这么多 我说没有啦 因为厂商他 放在这里当测试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说测试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后来就干脆 不玩这种所谓的 这种金融商品 我就开始真正花很多时间 在这方面研究 也就越研究 越对这个制度 对这个一个一个奖金 慢慢的他跳跃的方式的话 真的让我当时也是跌破眼镜 跌破自己的眼镜了 自己把自己吓坏了 因为这里面跳跃模式 包括连我儿子当时 问我说老爸 你现在目前做这东西 两三个月了 那到底是怎么样 人家一般直销都赚的 说实在蛮辛苦的 好几年之后 还在一个门槛 在两三万或五六万而已 那你这东西 到底这样做有需要吗 那我后来把我拿到 我收到的一个奖金的部分 我就live给他 在里面就给他看 看完之后 他们只看到眼睛真的大大的 真的是这样子 怎么可能 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自己 我就觉得为什么很佩服 我们总裁他在这个制度上的设计 真的非常的独特一指 真的是首创 所以在这种境下 我就会开始利用我的 一些原本是玩股票 期货的时间 我就开始来做深入的研究 也来到时候的学习 跟着大领袖到时候的学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充分的运用了时间 那后来曾经也怎么样 有时候一两年后 后来觉得最近行情不错 我来玩一下股票 来就打开一下 你知道吗 奇特的事情发生了 股票荧幕打开之后 我竟然点了股票的 他的软件之后 秀出来他的这些 所有的走势图之后 你知道吗 我突然感觉 我有点毛细孔 称张起来 有点感觉叫做 用什么话来形容 叫做有点怒法 冲关整个毛细孔 我的毛发 称起来那种感觉 我那时候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这个样子 后来我想想不对 这个地方很可能 就是一种压力 也就是所谓的 我身体的本能 因为我一段时间 一两年都没有在摸这些东西 而竟然重新再去打开 他想说这些行情不错 来个玩个当冲 或者是怎么样的 投资 看能不能稍微小赚一点 没想到才一打开之后 我竟然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 一种感觉 我那时候才感觉 就是压力 所以为什么 这个压力是无形的 所以很多人 他身处在压力当中 压力锅里面 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等到真正发生的 严重的毛病 我们最常熟知的压力 最容易造成的问题 就是一些癌症的 这些的病痛的一些问题的话 好 这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那时候 一瞬间感受到 我的毛发 这种感觉成长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不行 我感觉还是不要动 所以我当下马上就关机 就把它放下来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 所以在那时候 就这样子整个来讲 我就感受到压力 真正为什么会造成 人身体的毛病 而且很多人身处压力当中 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我是因为 因为在一段一两年的情况下 重新开机来看股票的 这个软件打开之后 我竟然产生某种程度 身体的本能反应的抗拒也好 或者是一种 好像有点就是 武装起来 要跟他好像对抗 来保卫 就像刺猬一样 伤起来 要来跟敌人 要对他对抗的人 这种模式 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 所以我就开始 还是不要去玩起火 所以我应该要感谢当时 也因为王杰领袖他当时 来介绍这产品 那也因为这样 我把期货股票这东西 这种产品 就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才能够让我的情况 大大的改善 当然也有这个产品 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都利用一些闲暇之余 来做这个东西的动作 来告诉我的好朋友们 他们这个产品 到底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什么好处 还有包括 如果能够有自己统 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事业 当成一个副业也好 甚至如果说你觉得 时间已经快借铃 退休的时候 你就甚至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把它当成专职 就像我们王林子 王飞马一样 他国泰的这些 受刑业的部分 他退休完了之后 现在目前全职在做 我们的干细胞领域的事业 在做他现在目前 也非常快速的 就成为飞马的部分了 而且也帮助了 非常多的朋友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 助人又自助 然后又是吉利 又利人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所以在这里面 我真的为什么会 愿意花时间 在这领域里面 去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 信用方程 更多的朋友 问后医师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做reway 跟当牙医师 如果能够选择一样的话 你会做怎样一个抉择 你这个问题也未免太长 要不一切二二马上就 这东西如果我讲 我说我选择牙医师 那我立会辛苦努力成果 那些伙伴们 岂不是大家都骂死我 后面是你怎么可以离开 那如果选择 我们reway的产品的时候 我那个牙医界的病人 开始又来到我的整所门口 在那边敲敲敲 甚至就是一直 到时候我耳朵会很痒 所以您这个问题 真的很两难 应该来讲说 以目前来讲 我其实已经两边 就是同时来做 那两边同时做的情形下 其实我是利用我的时间 把它切割开来 因为天子之所在 我本身要对病人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 一个健康的改善 那自己也在这方面 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学习 所以在这里面 我至少说不是说非常非常的 有相当的一个素有专精 但是至少我在处理上来讲 病人也都很多人 满意的情况下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其他的时间 我继续的也在挪在 我的干细胞领域里面 来帮助更多的伙伴们 帮助更多的新朋友 让他们更加的知道 这些所有的一些东西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地方 因为经由我们本身 医师专业领域 在医学领域里面 对干细胞其实会比 其他领域的人知道了更多 当然很多人 接触到立会了之后 因为接受到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干细胞领域的 一个资讯的话 其实来讲 浸润久了 自然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是用医学的方式的角度 来切进来的时候呢 也可以让很多患者 很多病人呢 或者是身体有不舒服的 一些病痛的一些朋友们呢 能够很快速的来接受这个产品 或甚至可以开始来尝试 这个产品来一步一步的 慢慢去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来讲 其实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当然有朝一日 就像我们为什么所谓的退休 在正值的方面来讲 其实是要付出劳利代价 就像我讲的 我学弟他竟然颈椎在台大 掉了两次脖子 另外腰椎的部分 我一个大我两届的一个学长 他坐到最经压 腰椎突出 坐骨神经痛 后来也是他亲口告诉我 他吃了我们的 因为这种干细胞 吃了一年之后 他的这种整个的情况 大大的改善了 他有感受到他的好处在 所以他那时候也说 学弟你为什么会来接触这东西 当然我就把我的腰椎背痛 我们半夜痛醒的这种情况下 跟他分享 所以这一期下来讲 其实每一个会进来 吃继续的来吃这个产品 甚至因为这个事业 也能够帮助很多的 一些身体有毛病的人 甚至已经是丑头无路 他用西医中医 或者甚至一些 什么样的偏方 或者是种种的模式 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 其实可以多一样的选择 所以你看选择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帮助很多的人 所以你现在目前 要我去把一切为二的话 好像有点难 但是我可以预计的部分 就是说 我在立会的部分里面 这个事业干系统里面 其实我基本上来讲 只是张口在说话 观念上的分享 跟一些事 一些一些见证的一些分享 让大家能够真正对这个事情 一个产品能够更加的了解 让他对这个事业 对他到底有多大帮助 尤其现在这个疫情 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事业越大 其实受伤受害越大 所以有很多 甚至都这样关门了 所以像海怕王 真的都关了 还有包括 UNIQLO 还有包括一些 那个 那时候说 这什么课 那个咖啡的那个 乙课 什么课 那个 不管他 反正 某某课 那个咖啡厅 他们也是一样 就收了 裁剪的四百多位的员工 模式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说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说能够 只是做一个说明的进行下 就算说我老了 对不对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我还是有 因为产品 能够给我相当一个保健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的体能 各方面 其实靠嘴巴来说明 会比用体能 用双手 肌肉酸痛 然后甚至手到手 怕筋身的时候 我手在那边抖抖抖 抖的时候 我还能够开刀去直牙切 切开吗 那时候可能就 为了患者好 为了自己好 还是不会去冒险做这种事 那时候相对的 我在牙医的时间 会因为某些部分 没有做的 我的时间还是会缩短 就如同我现在缩短到四点 即使我会缩短到四点 也不是说因为 真的要去做立位 我刚才有讲 我其实那时候在玩股票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会缩到四点 是因为我的肌肉酸痛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再继续 从一些年轻刚毕业的 或者是有些人 体能很不错 平常有在运动的 他可以从早上看到晚上 我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那时候 从本来是两点改到三点 后来三点现在改到四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形下 我会慢慢的在 因应我本身的身体状态 然后能够帮助 更多的人的 来做一个区隔 所以我相信应该 你所想要问的问题 我其实已经多多少少 已经在某种暗示了 是是是 好那来到日月 有没有你特别想要感谢的人 说实在 我在这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进来的部分 首先如果说没有当时的王琪 达夏飞马 领队一 如果没有当时他来介绍 这个产品给我 那虽然说他当时在 也是刚加入 没有找我几个月 但是他在说明上来讲 是比较弱的 可是因为幸好 我早就在六七年前 在当下的六七年前 就接触到干细胞领域 那时候是打针注射 所以就因为他的代理 让我开启了 口服干细胞 竟然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竟然他的效果 竟然是跟打针注射 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种模式之下 然后我才开始来真正 再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也因为他这样的 带进来之后 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 原来他也是一个事业 所以在这里面 首先第一个 真的要感谢我的贵人 王琪领袖 那再来这里面过程当中 其实首先又接触到了 像子晴领袖 他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是帮助了很大 子晴也是我们王琪领袖的 他的一个带领者 所以这种情形下 他当时在很多地方 在我不懂的地方 他都不断地告诉我 甚至就因为子晴领袖 他带领的 我去认识的金银大哥 那金银大哥当时 也是非常非常 就在一个地方 住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里面 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还想到不对啊 这个地方我曾经办的 那个美容医学会 也就是把注射 打针美容 小针美容 玻尿酸 还有肉肚的 这个地方我们曾经 接用这个地方 来做这方面的课程 那所以你看 就又阴云凑巧的情况下 又遇到金银大哥 在那个地方 就整个定期的在那边上 所以也感谢子晴领袖 带领之下 我认识了金银大哥 那金银大哥他真的是 他现在目前都有在讲说 我当时刚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说金银大哥 你很像孔老夫子 他听了以后 很压抑地问我说 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 你真的是有叫无类 什么样的人 不管他说 他是什么样的领域里面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甚至有没有他的学历 多高或怎么样 甚至你看我们这里面的 有很多国外的大领袖 连小学都没有读 甚至连自己的签计的名字都没有的 这种情形下 他一样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好像目前非常非常高骗 团队上万人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非常感谢说 也非常的尊敬我们的金银大哥领袖 他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下 能够把每一位跟他认识的 有需要的人 他都会一直在讲 而且不厌其烦的 而且重复再三的 他不断地讲 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那是我的话 事不过三 讲了第三遍 我就觉得有点烦 所以他这样的情形 我也见识到 我应该学习他的耐性 那这过程当中 当然也因为就是我刚刚讲到 因为第一次的制度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的海域领袖 他非常有耐心的 在跟我解说这部分 他不会去在意说 我用一种批判的 会有点类似像踢管的 用别这样的制度 来跟他挑战我们的制度 事实上我会觉得 现在我常常觉得 说这是不太恰当的 为什么每一个制度 都有他的独特点 但是我为什么当时会这样 因为我听了十几家 其实应该说大同小域 都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竟然就是一个独特设计 不一样 竟然会同时 就给你三个精英权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那时候用那种模式 来挑战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恰当不正确 可是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 以我所接收到的东西来讲 他非常耐心 就这样来告诉我们 来帮我解说 我才一步一脚一地慢慢 去学习到这一块 不同的地方 那当然就接触到 我们的红利领袖 他在这个过程领袖 当时我们在参加参会的时候 红利领袖非常热情地 这样帮我们招待 我当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想说怎么在这个地方 来上课还有的吃 我从哪里面看过有的吃 在我们医学院所办的 我们医学领域的讲座里面 顶多就是一个咖啡 甜点什么之类 他竟然还可以吃 还吃火锅吃这么好 所以当那边去的时候 也非常接受到说 红利领袖 那这过程当中 红利领袖也是真的非常nice 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教我一些东西 甚至可以说是深入浅出的 这样剖析式的 在告诉我一个过程 让我不要去跌跌撞撞 不要让我去 碰得满头包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你看看我所讲的这里面 非常非常多的领袖 都是值得我非常感谢 那这里面其实 在上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范董领袖 我非常感谢范董领袖 刚开始我出事提升的时候 我也要跟一位律师 也是我们豪神明的同行 我那时候认识的一位律师 我来跟他讲这方面的时候 我因为不太会讲 那时候说真的 还刚开始不太会讲 那我就想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刚好我们的范董他有空 那我就请他 范董真的听我一讲说 这样子要请他帮忙的时候 他真的一口就答应了 那时候我还特地请他 到我们板桥 有一个就是专门在 吃海鲜店的地方 在那边跟他 跟一位律师聚合 他就这样子一直在讲 花了时间 那对方说实在也是 很用心听 但是说实在的 他也是有满心的怀疑 后来对方也就真的 就买来吃 但是在这里面 我看到范董的一个 他不会有所谓的 这种身段的一种架构 他真的是放低 他非常非常的nice 这里面我看到所谓的 越有成就的人 他真的身段越低 就如同倒税越饱满 其实下垂的越低 这种模式的一个 真的是展现 所以我看到一个 领袖的大额局 那这里面又金银大哥的 带领的情况下 然后不断的 那当然桃审在中间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听到 你的大名 这里面就会觉得说 哇不得了 这什么时候 台湾第一人 竟然这下面所有的 都是你所有的一些 一些徒子徒孙里面的部分 哇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们也是朝着你当作 我们的精神指标 也是希望能够追随你 赶快能够追随得上 但是呢 你走得太快了 越走越远 你看我们到现在 真的是 真的 只能偷偷的躲起来 在那边偷偷的研究 要如何才能够得到那种 know how 才能够真正快速的跟上 到时候你记得 有机会来教我一下 那我就会跟大家所有伙伴 先派我 我来偷偷学习 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领袖 当然海外的一些领袖部分 还有我们螃蟹的部分 像比如说文中 文中飞马 他本身也是当时跟我 稍微晚了我一点的部分 我们那时候 我在主讲的时候呢 其实都跟他 互相配合搭配得不错 也大家互相的 就借力实力 借着螃蟹的力量 然后这里面 还有包括一些 像玉如 林玉如飞马领袖 当时他第一个 在旺省酒店里面 从那一摊下来 真的那个餐费非常的贵 但是我倒在那边 也是帮他帮忙 做OPP的这种解说 他的格局 他要做 做的就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在这里面 看到非常多的领袖领导人 他们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不同 因为他们在这里面 真的都会用他们各种 当然在我们的 所谓的进入我们的系统里面 去发展出 他们一个一个一个想法 然后带领给大家 更好的一个机会点 来认识我们的这个 来认识我们这个事业 所以在这里面 还有很多螃蟹的部分 像那个James 还有包括那个林博石的 利翠 还有包括这里面很多 像高雄的宝宝 上一次您跟他采访的 这位宝卷 曾宝卷的飞马 他本身也是 给我很多的一个指导 然后也跟我们大家 聊起来的部分 从中间聊天的过程当中 都学到很多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个文御飞马 真的真的非常厉害 他全程用台语讲 这一点我是自探佛祝 根本就没办法 那当然这里面 我们现在目前 一解的部分 这是预恩 预恩是一样的 你们两个在这边 真的就是带领 我们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很多领袖 他从预恩飞马 从大陆那边过来到台湾 其实他很多东西 在没有办法 真正有资源 也没有人满的情况下 又非常害羞 讲话声音非常小的 这种模式 而竟然能够突破自己 然后最后走到今天 一解的地步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 难能可贵 而且觉得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当然了 我当然因为 太多人在他身边了 跟着学了 所以我觉得说 哎呀 这里面我还是先跟 好生你这边学好了 好 当然最主要也是感谢我们总裁 林文峰总裁 他创建了这么非常棒的 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 事业 一个产品 然后让我们才有 大家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面 继续的发展下去 谢谢 好 就是因为有人提问题 提好其实就是 由医生来推广 是不是有包袱 或是有人质疑你 这部分就是 简单跟他回答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问这问题 这个问问这个问题的人 我相信他可能 也应该有相当的 某方面不同领域 里面的经验吧 因为说实在的没有错 我们不要说是 我在这个里面 做这个领域 应该比如说 同一个领域里面 我不是讲说 我在来界的部分 我想说同一个领域 你进入不同的一个公司里面 那当你表现了 各方面来说 快速的提升的时候 说不定你的同事 同人都会有些人 会对你有点吃味 对不对 或是怎么样 当然这里面 有些我在走这个 领域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是用的是 传直销的模式 那传直销的部分 随时不要说是医生 很多一般的民众 对这个传直销 其实有很多负面的概念 因为他们以前 在还没有真正进入 第一位不同的制度的 以及做法的方式之下 其实大同小于 大家都copy来copy去 因为他们制度模式 是几乎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所产生的部分 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 都不断的每个月 要买很多产品 在那边造成很多的累积 对不对 还没有吃完 已经下个月的 已经寄过来的 下个月还没有吃完 下下个月又寄过来的 又把你扣钱 信用卡扣款 然后再来就是 要不断的你去买产品 或怎么样 这里面产生很多让他受伤 很多让他没有办法 去消化的一个情况 所以负面的概念 就自然而然的产生 那所以这里面的话 有些人对直销 传直销 首先不问什么 就已经对你产生 有定位 怎么会去做这个东西 后医师 你本身身为一个医师 竟然这么容易 就相信传直销的产品 其实我刚刚有讲过 我对干细胞 从打针注射 早在还没有 台湾还没有开放之前的 六七年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到这方面了 而且还蛮深入的地方 因为我参加 干细胞的学会里面了 所以在这种心下 我当然知道 它的效果在哪里 那有口服 也是阴错阳差 老天爷指使下来的 一个一个福爸爸 或者是一个原本 所以才能够让我知道说 因为我用最低廉的价格 而能够改善 我身体一些病痛的状态 能够让我能够更加 体力精神 包括现在的气色 看起来都非常好 以前气色真的很黑的 这样的情况非常好 因为睡眠不足 然后气又郁结在身体里面 没办法去打开 所以这种情形下 我能够改善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过程 而只是马上说 后宇师你为什么参加这东西 会不会有搞错 你用头盒 头盒 就坏掉了 就像我们科匹讲的 这种情形下 事实上有些人会对我有所维持 会只有这样 但是有些人 也因为慢慢接触 他的病人跟他解说 或者是慢慢他其实都发现 这个病人 病人甲 跟他这么讲 有这个东西 又遇到病人 甚至一个他的朋友 朋友西 这样子情况 甲乙饼来跟他说的时候 甚至搞不好路人甲 遇到他来个陌生开发 又讲到口服干西方 而他才会开始 这东西真的好吗 因为他们一定会多少谈到见证 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就如同我刚刚讲台中的某一位医师 他当时也是因为他太太坚决相信 太太为什么相信 因为他想试看看 真的有没有对他的身体的这种毛病能够改善 因为改善之后 他也开始 太太说 你就试看看 也就样子 所以在重心下 有些人才会开始扭转他的观念 改变他的看法 所以在这里面 会不会遇到阻碍有包袱 肯定是有的 因为每个医生的理念不同 尤其医生说实在 每一个人 这种能够读到这个领域里面的医生 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他们的聪明才智的 而且他们的判断力跟独特的一个行事风格的模式 实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他们会觉得说 后一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 我做这个东西 其实就如同 我还没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本身是玩股票 玩期货 对不对 甚至有些是房地产 可以在这边插回亚的模式 但是重点是 当我开始觉得这产品对我很不错的时候 又去了解到 这个东西的制度能够真正赚到钱 因为当时海域秀给我 我那时候为什么 后来到最后那一次讲完制度之后 我能够真的还有一些问题 当然我那时候还不是非常了解 第一次的接触 还有些问题 我竟然可以嘴巴闭起来不再提问 是因为他后来杀手剑死出来 他把他 大家也都知道海域里秀 他本身当时才加入七个多月 竟然他短短的 在他美容的事业体里面 他给他的客户分享的情况下 他可以在七个月多赚到六百多万 他后来就把他的那一年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十一月就赚了九十九万 一百零五年的十二月 他赚到一百零几万 的情况下 他秀出来就给我看 我看了以后 我当时真的是就觉得说 这怎么可能 真是颠覆我的三观 因为在外面的部分 我们所听到的顶多两三万 三五万 包括某某差安的 一些叫安差的部分 其实我的朋友都在这领域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十几年的老朋友 他们也是做了这样的心情下 顶多多少 两三万 三五万 再向我听一下 竟然能够跳到九十几到一百多万 我真的颠覆我的三观 完全不敢去自信 可是这是事实 这是要去缴税报税的 他没有必要拿来骗我的 所以这种情形下 我才觉得 这个公司的这个制度 真的可以这样子到 收入到这么高 而且他才加入 才六七个月 对六七个月左右而已 所以您知道吗 我那时候是二月份的时候加入 他当时是 他来跟我做解说的时候 他是一月份 竟然那一年的 106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他竟然已经把他的美容院 收起来 他都不干了 他全力 因为在那个七个多月 他赚到六百多万 一个月平均多少 你看一百多万 跟他在美容院里面 他说一个月 他挺多能够赚到十万 他很累的 叫人马亚班的 他根本回到家 就是叫四脚滔天了 没有办法的 而竟然他这样算起来 一个月一百万的情况下 所以这里面 他能够这样子 他才会决定 他一月份的时候 他把他的美容院收起来 可是在当下 他在跟我解说制度的时候 他没有跟我提这一点 他没有说他要收起来 他为什么要收起来 的一个理由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有把他美容院收了 但是他秀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 牙口无眼 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 问问题下去 我只能说做看看吧 做看看是不是有照一致 能够做到这样 但是我刚才有秀到说 有提到说 我的那个儿子 他那时候的问我说 我做了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收入是怎么样 我第一个月的部分 也是十来万 第二个月可以跳到四十几万 那时候我就赶快 成立公司了 用公司的名义来做了 第三个月的话 那简直叫做 跳上去三位数了 所以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真的就是 真正看到 海域领袖 秀给我的部分 那是真的事实 而我本身也在 这种误打误撞 还没有真的很懂的情况下 也竟然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收入 所以这就是 这个领域里面 真的应该讲说 你不进来 你真的不知道 他真正里面 唐奥之身 他里面多少的一个学问 而且里面的高手如云 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是 遇到一些包袱 是真的有的 在这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包袱没关系 因为怎么样 只要是你真的 做到一个领域 所以现在目前 有一些医生们 他们因为经过很多 全省机会 有很多例会的伙伴 都会来跟他们的医师 想说看能不能哪一天 某个医师也成为 成为一个 就是他的伙伴 成为他的团队里面的主将 然后成为 是不是有召意 是成为飞马 很多人在跟他解说的时候 有他们也知道了 然后他们也都分享 有时候都跟我拍照 然后分享给医生看的时候 也很多医生就知道说 我现在目前在这里面 领域的努力 是到达一个什么层级 或怎么样 所以他们有时候都会 我不一定跟他很熟 素面之远 他都会主张来跟我说 所以其实来讲 就是凡事就是 自己来 反求诸己的 自己来做 做好之后 只要自己能够觉得 值得的 只要自己觉得说 能够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其他的一些朋友们 我是觉得 他们说不定哪一天 也会跟谁进来 所以就像现在最近 不是有一位 我们台大心脏科医师 你看一步一脚印 走进来到时候 已经也上了飞马的 好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很多医师 这里面其实我们有看到 有些一两百位的 牙医师 不是牙医师 对不起讲错了 在这里面 医师领域里面 都已经有进来这里面 当然应该要 再提一位的话 是有一位牙医师 蔡佳武蔡医师 他本身也是成为飞马 所以当时我其实 他在还没有开始 真正要做的时候 有一次领袖培训 我记得是在内湖 好像万豪酒店 在那边他 因为他有人跟他介绍我 所以他后来 跑来找我的时候 自我介绍完 我想说 这位医师 牙医师 他本身进来 开始来讲 是他的亲戚带领他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他就告诉我 做这东西 也如同刚刚 好想你刚才 问了一些某些问题 他在问我 以及说我是怎么去 推广的模式 那后来他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走这个干细胞领域 后医师 你告诉我 值不值得 我说 如果以长颜眼光来看的话 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看的话 的一个补充营养品的话 我说实在都非常值得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常讲 两年就会能够上飞马 甚至你如何在两年内上飞马 飞马是目前最高的聘接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你会不会上飞马 我说一定会 迟早会 所以在这里面 值不值得走看看 我说你可以自己 好好的评估一下 如果你要真的问我的问题的话 以我现在目前的经验 我会觉得 你真的可以尝试看看 可能不会后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没想到 也很快的 他就成为飞马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一样 情况 遇到的包袱 遇到的状况 会不会有 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对不起 我自己 我觉得因为我有这个需求 我有这个产品的 这样对我来讲 有这个需求 再来这个事业上来讲 我当成一个副业 然后再来 就是能够帮助很多朋友 帮助伙伴们 然后我又可以 因为我本身的 医学领域的 这方面的一个专业度 来帮助朋友 更加深的 快速的了解 来接受 这不是一个好事 医装吗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做 那做的话 慢慢的营养到 很多的医师朋友们 他们也开始 慢慢去改观 是这样子的 好 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可能有些人 比较关心 就是在使用产品上 针对不同的症状 年龄要怎么使用 那后医师本身 一天吃几颗 可贴 这个怎么吃 说实在 在这里面 就像我们的 瓶罐里面 它里面 背面上面写得很清楚 一天两例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指引的方式 因为要 但是我们的产品 不是要 我在这里要强调 它是一个保健食品的部分 而且里面都是一个 食物等级的部分 不是所谓食品 食品还多少 一些化学 这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是不像 像那个维他命 说实在 它还是食品的 但是我们的食物等级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 天然的一个食材 那在这种情形下 你 我们上面有写两颗 你当然按照这个标准 按照这种指引的方式来吃 但是你如果说 因为你本身的需求性 比较大 比如说你比较虚弱 或怎么样 那当然你肚子很饿的时候 你会多吃两碗 那你肚子不太饿的时候 你搞不好只吃七分满的 饭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里面 你要怎么吃法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吃 绝对没有必要说 去硬性的规定 但是根据你的需求 根据你 因为这里面你吃的 比较多颗的时候 你的里面所含的 我强调的不是 里面所含的 干细胞的 那个颗素 干细胞的数量 你吃一颗跟吃十颗 这数量会不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 比较虚弱 你比较有需求的时候 你何妨多吃一点 你一餐如果按照三三来吃 你一餐如果吃一颗 是不是三颗的 你如果两颗那是不是六颗 如果三颗是不是九颗 四颗就是十二颗 你说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形下 每个人可以根据你的情况 当然你可以把你的症状情况 大家做一个商量 做一个餐好 然后你自己来做最后一个选择 当然这里面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餐吃四颗 好 我一餐吃四颗 三餐就是十二颗的模式 那从开始改变 我那时候当时其实也是 一个情况下 是我当时在吃产品 可是有一次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选举的 亚一届的盛会 在圆山饭店 竟然是礼拜六 礼拜六两天 我礼拜五晚上感冒了 感冒的时候 我想不得了 明天要选举 明天要干嘛 我又要负责这样一些所有的折冲 做各方面的一个安排的情况下 不行 我这样子到时候 可能事情会搞砸 到时候又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发挥 我就怎么样 当天晚上我睡前我吃六颗 睡前吃六颗 当然我还是吃感冒药 吃下去 你知道吗 不可是隔天竟然 完全什么症状都没有 头痛啊 我那时候真的 我为什么会赶快吃那么多颗 包括连感冒药 吸要这样去吃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说感冒很快的情况下 造成我肌肉筋骨里面会酸痛的感觉 我几乎没有过 但是那一次竟然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得了 我赶快吃药 然后赶快干鸡包算了 我一次要吃六颗 就这样下次 第二天完全不见中癮 什么酸痛 没有了 竟然我觉得 哇那这样好 今天重头戏 竟然早上就有这么好的迹象 完全都没有痛苦了 完全没有感冒迹象 但是会不会只是一个效果而已 或者是我的药效 只吃一包而已啊 那我后来尝试看看 既然药效 我现在症状没有 我就不要吃西药 我就吃干西方 我就继续怎样 六颗 所以三餐六颗多少 十八颗 在那一次感冒 我连续两天吃十八颗 竟然完全都没有 在那种感冒的问题 重新复发起来 那后来十八颗 一瓶就有六十颗 我十八颗 我吃了只要几天 只要三天四天 我那一瓶就报销了 想想 这太凶重 太伤本了 所以我才后来改成 四颗的模式 照这个模式来讲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开始 想修复更快一点 本身身体的虚弱 还包括这些一些 所喝酒应酬 所造成的一些状况 希望能够快速改善 所以我吃四颗 但是四颗是 绝对一点在 干西包数量 一颗有多少 假设一颗有100万只 那我吃四三一十二 是不是多少 我有一千两百万只 的干西包 数量在那里 可是您知道吗 打针注射 一打针下去是多少 有的是八个亿 有的是十个亿 我们假设十个亿 那我假设我吃 干西包吃十颗 一颗里面假设 有一百只干西包 那十颗我才多少 才一百万只 那我这样吃十颗 才一千万只 我一千万只跟 十个亿 我差一千倍 所以你看看 我这一千倍里面 如果说我一天再增加到 变成所谓的 一百颗的 十颗 然后三十天这样下来的话 其实我吃起来 估计必须要到三个半月 才能够达到 所谓的十个亿的 这个数量 所以其实这里面 我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用时间 去空间 其实就是用干西包 我们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吃累积 一样会达到 亿取同工之妙 所以打针注射 费用会 然后一次下去 也有可能会引发 所谓的这种 过敏反应的现象 我一个朋友就发生过 改天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女孩子 她本身也是 都你们在卖豪宅 所以她本身 非常了解干西包 的一个领域 因为她有足够的金额 来使用 那好在这种情形下来讲 我吃的数量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在这里面 会产生了一个 很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我跟我当时 还没有服用干西包 那个的照片 很多人说 那个可能是你哥哥 你故意拿你哥哥的照片 那副一副老太龙中的 样子的照片 跟你现在来做对比 其实不是 那就是我 甚至我在卫生局 那时候是副理事长的时候 在做卫生教育 儿童 口腔卫生教育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气色 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真的感谢 有这个产品 让我这样改善 那也希望说 大家朋友 好朋友们 大家在这个产品上来讲 能够希望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能够让你本身的 精气神各方面 体质方面 大大的改善 其实现在体质 说实在我还真的感觉到 我现在比较热的 比较不怕冷 比较不怕冷 但是呢 说实在也不怕热 所以很多像外面天气 这么热的情况下 我穿着西装 在外面走动的时候 或参加一些活动 他们第一个 后续你不热啊 我说热 有感觉到天气蛮热的 但是呢 我还好耶 所以又不怕冷 又不怕热 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体质变成什么体质了 但是呢 总归是要感谢 我们有这个产品 让我变成不怕冷 不怕热 不怕冷到什么程度 我们那时候 我当理事长 我带领 亚医师公会的 一些同仁理建设们 我们到新疆去 然后到那边去的时候 曾经天气到零下 差不多零下一度 到五度左右 你知道吗 我里面穿 就像现在的样子 我穿一件衬衫 然后呢 我本身又穿一件西装 就这样过去 他们说 李事长 你这样会不会太冷 会不会这样 要不然我再就背心给你 我说不用 我这刚刚好 有点凉爽而已 刚刚好 其实在零度的时候 我进来还感觉OK 但是天气这么热 我也OK 所以呢 真的 我感觉我的体质 变得好像就是 百毒不轻 所以这样子 所以怎么吃 我会觉得说 大家其实适量 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 所以真的不建立 大家一定要怎么吃法 但是有问题 有好转反应 拜托 一定要马上反应 一定要 甚至你都随时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先了解一下 然后给你一个适当的建议 最起码最起码 你就不要吃那么多颗 你就改成只要吃一颗 这样的模式 或者是三餐都一颗的模式 这都是一种调试的方法 这样模式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的 OK好的 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彩 收获非常多 那先掌声 谢谢我们的后议师 今天跟我们很多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好想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感谢大家能够 听我唠唠叨叨叨 讲得这么久 对 因为其实后议师 是我一直很想要 访问的一个对象 那今天真的透过他分享 我们知道他 当初从医 就是他从小的一个志愿 那也 在从医的过程当中 他也很热衷 社团活动 从事工业的活动 那一直接触了一位 他也很 乐于去分享 所以他其实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包袱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他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只要是有帮助到 所有人 他觉得都很热心的 去做这样的分享跟服务 所以我觉得 一位真的很幸运 有这样好的一个 亚医师 能够来为我们分享 那我觉得 大家真的意有未尽 就是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再邀请 厚医师 再来跟我们更多分享 好 所以上升 好很需要的 有人已经在 要求安排续集了 所以我们真的 再谢谢我们的厚医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厚医师 也谢谢 感谢我们 在一路走来的时候 很多大领袖 对我的照顾 这样提息 很多螃蟹的部分 当然这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 像在 三三团队的很多好朋友 还有包括我们 三八团队的好朋友 这很多大飞 他这里面也有 像比如说 上一次 我也请教了一些 一些不一样的 比较不同的领袖 因为每个的方法都不同 我在这里收获很多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厚医师 好 谢谢 好 那这礼拜四呢 我们的豪神有约呢 也会邀请到一位领导人 好 那这位领导人 是位美魔女 她是位原住民 非常开朗 非常阳光 而且非常有自信 她是非马领队 成品家 所以想要知道 她成功秘诀 这礼拜四千万不要错过 好 那我们豪神有约 礼拜四早上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厚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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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